Hello 大家好 我今天會在這裡教大家怎樣去調古增 首先我們要準備古增的調音器 大家也可以在手機上下一個app叫做古增調音器 第二樣就是古增的板手 這個是你們買琴的時候都會配合的 首先我講一下用調音器怎樣去調音 大家會看到這裡有個440的符號 我們調音通常會用到440又或者是442 我們今天用440 大家要在不出聲沒有聲音的情況下 把這個調到d 因為我們現在是d調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字母調成d 那怎樣調呢 如果大家不是d的時候 按這個上 現在就去了g 那我們要調到d那裡 現在又是d 這個下有什麼用呢 大家現在會看到有個古增的字在這裡 那如果按一下它就會去到12平均率 那12平均率我不推薦大家初學調音的人用的 那我們也去到古增這個模式 在調音之前我們首先要了解一下 但是d調裡面 我們在彈的那些音對應的是 調音器上面的什麼英文字母 然後d的話就是d re是e me是星f sou是a la是b 然後又回到d的時候就是d 那如此類推 落到全部都是這幾個英文字母 然後我們要注意的就是 琴瑪的擺放位置 我們主要要看第一個琴瑪 第一條音 那個位置千萬不能太過右 亦都不能太過左 我們要適中的位置 大概那個位置就是 你由邊邊開始量 你自己的大拇指去到中指的距離 那就差不多了 那後面的琴瑪呢 千萬不能兩個琴瑪貼在一起 不然的話就會有雜音的了 我們現在就來正式調音 首先第一條 第一條我們對應的字母 是d 那調音器上面它都會顯示第一言 現在是d 那你會見到 現在它是偏弱一點去右手邊 意思就是高了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要用到這個板手 去找回第一條言那個位置 然後你高了的時候 我們要調低它 就是要把條言調鬆它 所以我們向後 向自己方向領 還差一點 我們很勢力很勢力這樣去調整 那就調好第一條 那第二條 第二條的字母 是b 現在低了一點 那我們就要向前 向前領 將條言調緊它 那就會高了 那還差一點 我們就向回 現在高了一點 那我們向自己方向扭一點 少少就可以了 現在就準了 好 第三個 第三條 的字母是a 那大家都會看到現在 它低了很多 那我們這個時候可以 大膽一點向前 扭多一點 但是千萬不要一下子就 扭很多 這樣條言就很容易斷了 對 到第三條 到第四條 這個時候呢 我們D調的第四條弦 是 是聲F 但現在 調音器上面呢 它顯示了A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要想 A 我們要回到聲F 那裏 即是說 D E F A 那所以呢 這個音是高了 那另外我們也可以看什麼呢 就是看數字 現在我彈第四條弦 但是它的數字呢 顯示了3 3 在這裏 即是證明這條弦 現在高了 那我們現在就調低它 好了 好了 現在 它回到四了 正且顯示是聲F 大家一定要記住 是有聲號的F 好 我們繼續調低它 扭低它 差一點點 那現在就是聲F 我們去到第五了 第五條弦 Rare 它的字母是E 高了 那我們就扭低它 向自己方向 下一條 第六 是D 字母是D 那個小小 我們 小小小小 扭低它 那就準了 那就是 我們就調好 第一個八度 好 那第二個方法呢 我們就用到手機的 固針調音器的APP 那打開了界面 很清晰 它只有兩個選項 那首先我們要把左邊 這裡調回去D調 D調 D調 好了 然後右手邊呢 大家會看到一個自動識別 還有下面呢 有一堆可以選擇 固針的21條弦 這樣去調音 那自動識別呢 我建議 是個琴 不會說走音走得很厲害的時候 可以用到 但是如果你的琴很久沒有用 自己又聽不出 我究竟這個音高了 還是低了的時候 我建議大家可以用到 這個一條一條弦 去對應 我們由第七條弦開始 就是這個拉 這次我們不需要你那個英文字母 我們直接再彈 拉 它顯示高了 這個時候我們一樣 用一個板手 去把條弦調鬆它 向自己方向扭 這個時候又太低了 那我們又調高它 這樣就可以了 好 下一個 第八號弦 我們首先把右邊這一欄 調到第八號弦 先 好 低了 我們向前領 那就對了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了 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古增的內容 歡迎Follow我的Facebook IG 以及Youtube 那我在Facebook那裡 都有不同的課程去推出的 那就歡迎大家密切留意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